ok 好的 我现在已经开始 recording了应该 谢谢K总介绍 然后也谢谢K总请我来给大家 讲讲我的心得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是具体讲什么 只不过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 我看到来的人 应该也都认识我 可能有少部分的人 只听过我的名字 也不太知道 我具体这些年跑步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我可能就是 用一个流水账的一个方式 然后讲一讲 我这些年的一个心得吧 然后我大名是 有些人就直接叫大名 然后可能在网络上 或者在我们跑步的圈子里 更多人知道 是我的这个外号无花 这个问题一会儿就不用问了 我自己可以先这个解释一下 我这外号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中学出生的时候 我同学给我起的外号 然后一开始肯定是为了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取笑的那种 那种口气给我起的 就可能觉得 我一直性格也是这样的 就比较的 性格比较的 这种温和 然后不是 也不爱生气 然后他们就觉得 就是我有点这个 怎么讲 就是干什么事都笑呵呵的 然后所以就 就给我起这么一个外号 然后反正我其实当时 我就不是非常的在意 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 然后我从中学到大学 从大学到游戏 从游戏到美国 然后整个就是 包括我跑步的这个朋友 就都有 就是能连上的 所以一路我这个外号 就一直就带过来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也挺好 其实我的大名也挺好记得 但是这个外号看起来是更好记得 可能大家也更喜欢叫 所以随便吧 然后 我主要的经历 就是好多人都说 我是有这个什么童子功 或者以前小时候都练过 那其实也并没有 我在上大学 甚至是大学毕业之前 我其实就没有说正经的去练过跑步 我只能说 我还是要说 我从中学开始 从中学开始 我是就比较喜欢跑步 因为就是体育课 我其他的项目实在是都不行 我的爆发力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的上肢也不是很强 所以就只有跑步 就是800米1000米 后来人机高了 有1500米 我觉得这个至少体育课 我不仅仅可以及格 我甚至可以拿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 然后中学的时候 我们一年是春季秋季 每个学期一个运动会 这种什么1500 3000 都是一般同学不太喜欢报名的这种项目 我就当时还算挺有勇气的 反正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就会报一下名 然后我跑了两次 觉得那个虽然 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年级 一个年级的比 也拿不到前三 但是好歹能竞得什么前八什么的 大概是差一个成绩 然后当时也仅仅是 就是像这种考试 什么运动会之前 快到了 临时抱佛脚 两到三个星期 然后每星期去到操场 跑个三次四次 每次跑个五圈 就差不多这样 也就是这个程度而已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特别是喜欢跑步的人 可能中学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在清华嘛 然后我们每年体育课 秋天都会测3000米男生 然后也是 我就是体育课3000米 当时已经跑了很多年了 就觉得拿个90分 或者拿个满分 也并不是很难 但是我还是需要 那个老师说几月几号 或者哪周要测3000米 我会提前两三周 就是稍微的跑一跑 然后每个星期跑个两三次 每次3000米 然后就跑七圈就可以了 然后大学的时候 也是为了应付 那个不是应付 就是我们当时体育课 就是有一个 当时在那个大陆 那个马拉松啊 什么的 还不是很流行 然后呢 像北马 其实已经是有 可能40年历史的一个比赛了 这个体育局 他们又为了能够比较有门面 就希望有更多人参加 所以像大学生 如果你愿意去跑这个北马呀 这个或者是 不管是别的城市 就马拉松的话 可能当地的这个政府 都会都会说 你只要想报名 反正我会给你们学校 分配很多名额 你想报你就肯定能报上 然后我们学校 为了鼓励大家报名 也是你只要能完成半马的话 你体育课那个长跑那一项 就直接给你一个满分 你能完全选马 体育课这个学期 就是给你一个满分 所以当时也仅仅是为了 体育课的成绩 我大学跑过两次半马 然后当时甚至 好像连表都没有带 我只是 隐隐约有一个印象 那两次半马 可能大概就是都是159 201 就是两小时左右的这个成绩 是一次是2002年 一次是2006年 就是刚上大学和大学 我们就毕业那两次 我是就是上了研究生之后 我就是突然可能比那个 毕竟还是更有时间了一些 然后年龄也稍微上了一点 就觉得需要正经锻炼一下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从2007年才开始 就是比较规律的有跑步 我还特意去回去找一下 我当时好在我还比较 就是可能工科生嘛 比较喜欢去做这些数字上的记录 所以这些 这些当时每次跑步的记录 我还记录下来 我还都留下 然后也整理了一下 然后我能找到最早的一个记录 就是2007年的7月16号 就是就可以说从那天开始吧 然后你看后面 其实跑的并不多 当时我也是 跑了几次 我觉得 这一年10月份 这个我又可以再跑一次半马 然后看看这次是不是能跑的快一点 所以从这个7月份到10月21号去这个北马的半马 三个月里你数一下 其实也就跑了三十次左右 然后居然每一次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四公里 十公里 就是这样 就是很少 其实速度也没有非常的快 但是只要跑了 就是我感觉就是跑了大概几个几个礼拜之后 就很快就适应了 然后很快就觉得那个 跑一个十公里啊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然后速度也稍微的有一点点提高 但是当时也没有说正经的去跟 跟什么 就是计划呀 去跟什么训练 就是自己随便跑一跑 你看跑的也其实相对都还挺慢的 然后后来 这个跑完这个半马之后 我当时实验实施了一个师兄 他在我们清华的那个 就是跑步的那个那个社团里面 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就 就是我们实验室一些人去继续去跑 然后接下来那个学期 包括找到同样那个学期 反正我也都一直在跑 所以就慢慢的就就上了道了 但是在学校里大部分情况 还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还是就是一个星期跑三次 星期二星期四 然后星期五就取决于你 你星期五晚上你在不在 你要不在的话你就走就行了 否则的话你也可以星期五 留在那下午五点钟 我们再去跑一下 每次也就是一个五千米左右的一个训练量 然后当然我会那时候就已经是会加达一些 就是间接跑或者稍微有一些小的力量训练 这种项目了 然后所以有了这种刺激之后 我发现可能有可能是我之前这种半码 还是堆了一丢丢的跑的样子 然后稍微后面有了一些这种速度上的刺激 提高就是非常的快 我很快就是几个月 我的五千就可以进到二十分了 然后一万我就就是四十分以内了 所以转从来这08年 我09年这样 我还在学校两年 在这个运动会 可能那两年的竞争也不是很激烈 我们那个运动会也分 清华也分甲组一组 根据你那个院系的那个规模 我们是 我是WE 所以我们是个大系 在甲组 这个甲组那两年就是成绩普遍都比一组要差一些 然后我那两年都 就是还算比较走运吧 因为我知道这个成绩其实 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都比我的成绩要好 就是三十 我当时也就一万米就是三十八九分多 五千米也没有 也就十八分多 就都反正当那两年都排在第一了 然后大概一开始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在2008年的时候 我是跑着我的首马 是在北京跑北马 那时候也是跑了一年多了 就觉得仅仅是想完成一下 想证明一下自己有跑的步 我可以完成马拉松 这挺了不起的一个事 然后没有什么针对马拉松的特别的这种 特别是这种马拉松的这种速度训练 我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挺不容易的 夏天北京大家知道都很热 夏天的时候还是跑了可能三五个这种 超过三十公里的 然后首马的成绩 当时反正我就觉得我已经很满意了 就三零八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后来就是我09年我就来了美国了 然后后面所有的马拉松比赛 到目前为止我都只在美国跑过马拉松比赛 没有在别的地方跑过 然后总共加起来我是 这个从08年到现在 就是16年了是跑了36个全马 然后20个半马 其实并不是很多 我有一会儿可以再仔细的给大家看一下 我其实每年就是两到三个全马 半马可能更少一些 半马就是一年一个有时候两个 然后而且我全马大部分 都是在比较大的比赛里跑的 像Boff的也可以说13个 也可以说14个 因为那个2020年那一年是Virtual 所以那一年反正我是没有算在这里 算在那里面就是14个 就是在那个BAA官方的那个记录里面 我是有我是连续14次 因为那个Virtual那一年 我毕竟我也DQ了 我也报名了 然后Virtual反正我就自己晃悠 也完成了一个一个一个比赛 但是那个成绩就就肯定是不作数的 然后纽约我去过三次 这家个五次 然后后面我16年来了加州之后 CIM是连续去了六次 之后去年因为空位的没有去城 然后比较大的比赛 还有就是我 我跟我们这边Burn 还有其实美国别的地方的几个 这个很好的朋友 我们年龄差不多的朋友 我们六个人呃是跑过四次 呃 Raguna的这个 relay 然后这种这种接力 这种路跑接力 美国这边都是200万 包括后面的HTC 还有这个我们附近的这个呃 Golden Gate金门接力 我也都各跑过一次 然后正常来讲是呃 12个人的接力 然后那个呃 每个人跑三跑三磅啊 然后一共是36磅 所以你除一下 就每个人呃 这个每一磅就是跑六脉左右 跑三磅 但是我们六个人 就是等于每个人要跑呃 那个12个人的那个距离两倍 也是挺难的一个比赛 然后我们从2012年一直到16 然后我们跑了四次 成绩也都还不错 呃 然后Ultra我也有跑 但是没有特别特别的呃 怎么讲特别呃 就是投身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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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比赛中 呃 我就是也都是在美国这边才跑过呃 三个五十麦三个五十K 然后今年是第一次跑一个一百K 我目前还没有计划说再去跑一百麦 或者是一个更更长的比赛 因为我觉得这个马拉松会更短的距离 我还是应该还是有些前提可以挖掘的 应该往这个方向再努力努力 呃 我的所有的比赛基本上全部是尽力的 我没有就是我可能我有一两个比赛是呃 是陪人跑的没有没有那个尽力跑 时间是花的比较长 剩下我所有的马拉松也好 半马也好呃 包括这些Ultra也好 我都是尽力跑的 然后我也没有当过Pacer 我就是想这个比赛 他既然比赛我就想把他跑好 然后在我当当时的那个能力赛 人员跑得我最好就可以了 呃然后然后这伤病问题一会儿我也可以讨论一下 然后但是基本上我没有什么重大的伤病 就至少没有那种呃那种就是让我都跑不了的伤病 有一些我可以run through 呃然后包括呃这种就是很多人有有 特别不跑步的人会有这种这种误解是说跑步伤膝盖 或者怎么样那个跑多少年之后你你你你就你就有很多那种 就是这种陈年老伤是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的 其实我是觉得没有这个我这17年了快20年了 现在是没有任何这种问题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的方法得到应该伤病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我今天还特意去找一下老照片我我那个呃呃 来了美国之后是11年开始我就呃呃 在我就经常来加州这边实习因为我上学是在东海岸 但是我每年夏天都会来加州实习所以11年我就认识很多 笨呃当时还不是笨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湾区这边跑步的朋友呃呃 你看这个这其实上面这两个照片都是11年夏天的照片 然后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 比如这个bottle解剖呃最帅对吧 然后呃呃我们这个还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黑山上面有一个照片 然后然后这个下面是呃呃我12年我们第一次在呃呃西雅图那边跑 那个那个Ultra接力的时候呃呃有我们这个队 然后你看旁边这个我不确定是哪一个队啊 但是另外一个队是有波总在 然后还有这个呃阿牛还有这个这个圆圆是吧 反正也都是这些朋友也都是认识很多年了 然后所以后来我呃16年搬来的加州搬来的湾区也就是 觉得很就就立刻就就这个无缝无缝接入 就觉得跟大家也都那个非常的非常的熟悉 然后来这跑步嘛这些地方我也都很早以前就来过了 所以也都是每一条tale每个每一个跑步就是每一个山基本上都非常熟悉 现在呃呃然后比赛这个我不想具体的去说 但是我整理一下又可以如果如果你说到哪我可以回来再看 但基本上从这个就是07年我跑了一个一个半码 然后剩下我所有的比赛像我说的都是在都是要么是 Boston要么是纽约要么是芝加哥要么是CIF然后每年除了这个四个比赛我可能会挑一两个也可能也不是我挑我挑他就是我就看看那个时间的那个那个安排了或者我自己的那个意思就是或者我我我那个能不能被被选上能不能被抽上反正我会跑一两个这种这种这种大的比赛然后然后我我可能local的比赛特别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那个东海岸那边嗯 就是每个每个city都比较比较近嘛所以小比赛在呃那个这种这两个都是也这两个这两个列方面都是马拉松的比赛小比赛也都会跑一些然后然后就是每年有时候有时候甚至不跑有时候跑一个有时候跑两个半码但是真的这就是所有的比赛就没有别的比赛啊然后最多的时候可能一年像像这样就是四个全码一个半码对吧就是大部分情况就是我我一年跑三个全码就已经是很多的了然后或者三个全码就已经是很多的了 三码两个半码就算是比较多的时候然后这边是这个然后然后而且有一些年份还会有这种接力嘛这接力其实还是挺累的这个也跟一个马拉松的这个这个强度差不多了然后有之前这个有一些年份像马拉松跑的少其实是在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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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然后像这两年这个我我我在那个呃这个旧金山那边马瑞泰兰跑运去K什么年都去了今年第四码 啊然后Mailage也是慢慢的在增加就是一开始其实我我这个都是从七我刚才是说七月十六号嘛我都从七月十六号开始算的但是即便这算是后半年我那一年2007年我的weekly mileage就是8个 mile然后平均的配色是8分这是这整个平均的配色你看即便到了2018年的我我我我又跑了这个运动会那个五千米一万米又跑了这个北马的情况下 我可能还去跑了个半马在哪儿啊没有没有半马那个是是09年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我的weekly mileage就刚刚是一个全马的距离之前其实我一直走的特别是那个呃还在学校或者那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吧就是走的都是这种vile是比较比较低然后但是速度还比较快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路数吧然后后来我我就是自从呃 11年来了湾区然后认识了这边呃湾区这些跑步的朋友们之后就开始呃了解到呃这种你说他被堆堆堆跑量也好或者所谓的有氧跑也好这种训练的这种流态然后所以我慢慢的从从11年夏天开始我的mallage慢慢的就就就就开始就往上增了然后你就基本上没有下来过有时候有些年份就比较懈怠会烧跑 但是你看就是普遍都是多的时候有呃weekly六十几麦七十几麦或少的时候也都在五十麦以上然后但是相应的这个呃配思就慢慢的就降下来一些就会有很多很轻松的这种easy run在里面但其实中间有那么一两年也是在mallage还挺高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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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下其实配思并没有非常慢所以那时候这个受伤啊基本都集中在那两年也也是有没有 有这个原因然后后来像现在就是后这几年特别covid之后这几年就呃你如果只看我的平均的case的话那就是跑的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但是其实比赛成绩并没有慢以后我可能也可以再展开的说一下这个是是什么原因然后呃受伤也可以以后再说那我基本的心得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就首先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新手那 你你想提高成绩它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才就是增加跑量如果新手其实你当然也可以一上来你就跟一个什么什么5k或10k的计划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马拉松或者是更长的距离那呃呃呃呃最有效的我不是说它它是唯一的但是它最有效的一个途径还就是提升跑量呃呃 因为因为我觉得马拉松它毕竟是一个是一个长距离的一个一个一个耐力的运动如果你耐力呃呃练不好然后你你最后你都坚持不下来或者你到后面你就你就你就必须要走了那你就根本就不要去提你还有什么速度这个这个东西了首先你得保证你能一路你能跑下来你不要走你不要停才行所以增加跑量是新手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我是一直是认为是只有练这个跑步才能有效提高跑步的水平 你也可以说去做cross training这个也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它没用但是你想你想提升这个跑步水平还是要去跑步cross training或者你去做些力量训练它它是可以怎么样就是我的理解是它它可以帮助你呃呃比如说防止就是减少这个受伤的概率啊或者是呃呃呃呃呃就是不去跑步的时候帮你呃呃呃就是不去跑步的时候帮你维持一个fitness的一个一个level对吧就是维持一个水平但是你真的想跑步 不跑快你你只去做那cross training你再去举再多的铁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太大作用它不会让你变得更快它就最多就让你维持就好了呃呃然后跑增加跑量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呃呃这个你也不可能说跑得很快所以一般来讲你增加跑量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的速度会慢一点然后心率一般最好还是控制一下所以可以新手就一看你就就就就跑低心率就可以了也不用去 特别特别特别的去在意这种呃呃速度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你真的你你可能也到了一定程度你才需要去练那个速度呃呃然后增加跑量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让你对这个距离有一个更就是对距离更加不敏感吧就有对距离有一个更好的感受 更加不更更更加不敏感就是一开始跑步的人可能觉得跑一个呃呃不说不说跑一个long run跑一个五脉十脉可能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大家可能都有这感受你跑一跑你跑你跑你跑都跑了几次你就觉得啊跑十脉其实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私风见惯的一个事情包括我我我一开始跑也是觉得跑一个long run超过十五脉其实我前一天就会有一点点畏惧心理我就觉得啊明天我有一个挺挺挺挺大的一个 然后我得这个今天得好好休息或者明天我这个我心里就有点担心但是现在我跑的多了就是这个二十脉就是就反正跑就跑了我就心理上已经对他没有感觉了那放到比赛里那更是这样就是马拉松呢就是一个二十六脉那你二十脉再加一个六脉就好了就是你不管你跑得怎么样至少你对这些距离没有一个没有什么位置啊我觉得这个心理上你那个也是挺重要的增加跑量对对这一点 然后但是你可能增加跑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其实我我当时也有这个这个阶段就是我在11年开始增加跑量其实可能到了1314年也就也就那样了也就也就没什么进步了像我这个标出黑体字的都是当时我有PR的时候那我一开始肯定还是新手期的时候就跑一个比赛就是PR到后来这这跑量一加这也是这这PR就就就就就那个这个这个这个每个比赛 比赛都都在变快但是后来你看就再加跑量就就PR就来越来越少越来越慢然后就是就是你你跑量已经加到一这个这是全年啊全年每周平均60多万然后速度一定不慢但是就平均速度也没有就是这个这个一会儿会再说但是就对你的这个提升就就就就就不会让你在进一步提升了它就有一个瓶颈期 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稍微的来一点这个速度训练那速度训练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以前在其实在学校里我们跟这个我们社团练的时候他们也有就是说法就是要提升你的这个速度耐力其实后来我们这边更多的说其实是提升你的这个乳酸门线或乳酸乳酸预值乳酸门槛就是就是你在 跑就是你在这个乳酸堆积的这个乳酸堆积的这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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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这个预值的这个地方你能跑什么样的速度或者你同样的速度你跑多久你跑什么努力程度你才开始开始有这个你跑什么速度才开始有乳酸堆积对吧所以你多练练这个速度的话那可能以前你一直跑八分的配色你那乳酸堆积的你 就受不了了但是后来你就可以把这个乳酸堆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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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这个配色越来越越来越来越来越往上去提然后会让你的速度有所提升然后这个其实是乳酸里面挺重要的一个一个呃呃一个怎么说最重要的一个呃呃因素吧你要把它跑快从从从你身体来讲然后速度训练像像我平时基本上也是不去做任何的特别是从学校从清华毕业之后 就基本上自己都不再去做这个专门去练肌肉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跑速度也是会练到肌肉的因为我经常跑完这个速度的训练第二天腿会酸那肯定还是用到肌肉了就是它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呃呃大量的那种力量训练但是它通常还是会让你肌肉的力量有所提升的然后我还有一点说就是你用哪个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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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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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几个普拉尼 你这个普拉尼里面选一点 那个普拉尼里面选一点 把它拼起来 那可能你恰巧选的 都是它那个 特别特别强度大的 或者特别特别没有用处的 那其实你这样选 还不如你就随便 你就跟准了一个 你就让它去练了 然后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 就是你跑得多和跑得快 大部分情况下 你是不可兼得的 这个你跑得 如果你跑得越多越快 其实造成了 这个结果就有可能是 你的跑量大 你又不舍得跑很慢的 那种配速 很可能你就容易去受伤 然后这个 而且就是 我觉得现在我们 很多这个 我们跑步的朋友 就是都很在意 这个就是你跑 怎么说 就是你的workout 或者你 至少你 你po出来的这种 在scrova上这种 你跑得 是不是够长 是不是够快 是吧 就有时候大家就 会有这个 也不能说是内卷吧 但是会有这个心理 就是想 我跑多一点 然后跑快一点 但是 这种盲目加量 其实是挺危险的 你很有可能 就是 甚至是有时候 你跑完了都不觉得怎么样 你跑完了 你第二天再一跑 或者第二天跑得很慢的 你就受伤 这个是很容易受伤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 又跑得多又跑得快 那其实没有别的办法 可能你就只会 在这个 跑得多的前提下 你就是 跑 就是 快的时候 你尽量快 慢的时候 你真的就得慢下来 然后快的时候 你也不用跑那种特别多的 我觉得像有些 有时候 我看有些人跑 Long Run 跑这个什么 22麦的Long Run里面 加14麦的MP 这个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我觉得有点 这个 这个 这个量有点太大了 其实你 你可能 你就 你就老老实实的 少跑几 几麦的 这个 不够快的 这个MP 然后剩下你卖一点 然后你总量 也不用那么大 就好了 然后你其他时候 你真的在跑easy的时候 你就真的卖下来 所以你也就看到 我为什么 这几几年 我的这个平均配色 是非常慢的 其实你去 但是你去看我的workout 我workout的那些interval 我的Long Run 或者我的tempo 其实我速度并没有慢 甚至还会慢慢的 加快了一点 这也是就是 这个说到这儿 就也挺感谢 这个 这个Jessica 就是我 从Covid之后 2021年之后 就是一直是她来 给我出这个训练的计划 之前 其实我 当然我这些概念 我跑这么多年 我也都有 我大概也都清楚 只不过自己也是 还是不会去push自己一把 让自己也有点比较懈怠 比较懒 我只是 偶尔我自己知道 今天该跑一个Long 然后今天我需要稍微杀一个速度 但是我不会说 真的去非常 严格的去跟一个计划 那这个 后来我有了这么一个 长期的 还是这个 非常 非常这个 科学的这么 这么一个计划 之后 然后你看其实 从这个paste就能看出来 就是 也是 这个 我觉得我的 现在跑的这些workout 相对来讲 比以前要合理一些 然后 受伤也更少一些 成绩也一定是有提升 所以我觉得 确实是跟一个 比较 比较 就是在你 度过了新手70阶段之后 你跟一个好一点计划 还是 还是 对提升 还是会 还是一定会有提升的 我怎么这么说 然后 伤病的情况 我其实一直也是 不太容易受伤 包括我前几年 其实跑的这个 这个速度 现在看起来 还是挺吓人的 就是 都是 随便一跑 就是七分出头的paste 或者是 换成公里 就是四分十几 然后 四分二十几 四分半以内 然后然后经常就 就自己就在那标圈 也不怎么受伤 然后我 我其实就是从 这个2012年 去跑完那个接力开始 那个接力非常不走运 跑的时候 那个一不小心 脚踩到一个坑里了 然后就 脚就 也不能说扭一下吧 但是就 反正是 就立刻就肿起来了 然后当时还 还那个年轻 就想拼一下 然后又是一个接力 当时还那个 吃纸葱片 又跑了两网 就 后来就 那一次是比较严重 就 真的是可能 跑完回来 那是唯一一次 可能两个礼拜 都 都不能跑步 走路都瘸的那种 但是后来就是 它也没有完全好 我就是在 我觉得可以跑步 我但是还觉得 有一点疼的时候 我开始慢跑 就慢慢的就 就还是恢复了 但是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我 呃 左右脚 还是有点不平衡 也就是那次造成的 就是我现在觉得 两只脚的力量 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 包括我 从那个之后 会有一些这种 慢性的伤 这种 足底筋膜炎 是我 我 一二年 一三年 比较长期受的伤 但是 这个一直是没有影响 我的跑步 因为足底筋膜炎 大家 德国的可能也知道 它 它也就是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挺疼的 然后你 刚开始跑 一两脚挺疼的 其实跑起来了 也就 麻木了 也就没感觉了 所以基本上 当时这些 这些伤啊 也就是乱死路 然后 跑完了 你注意 注意一下 就是那个 呃 该该该按摩按摩 或者该这个 这个 冰敷冰敷 然后慢慢的 它还是 后来就没有再困扰我 然后 2021年 这一次 是一个膝盖的 一个一个 就是有点不舒服 也就是差不多困扰了我 一个月左右吧 那个时候 反正你就稍微的 跑慢一点 然后减减减量 不要不要再去跑 那种很快的workout 它也就好了 所以我 我觉得伤病的话 就是 你反正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只要不是那种 那种特别特别严重的伤 或者你你严重的伤 你在慢慢的 它恢复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 这个呃 即便有伤情况下 你还可以跑的 但是 你跑的时候 需要减一下量 然后可以 我觉得呃 至少对我来讲 我是不去 不希望停跑的 我觉得停跑 一个时候自己 就觉得难受 一个可能 它确实对你的这个 这个 fitness level 是一个挺大的影响 你可能 不停跑 你每天就算乱跑一下 多多乱跑 还能 还能维持一下 然后最后我训练 想说一点 就是我觉得 我们在加州 在湾区 或者在西海 就都已经很幸福了 没有 也也没有什么 特别热 或者特别冷的天气 所以呃 大家也就尽量 平时训练 不要太去挑这个天气 啊 还有好多路下 像冬天 下点雨 或者夏天 像如果就是 大十多度 其实不是不能跑 那个 该跑就跑 然后这个 包括路线 你也不要说 训练马拉松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 特别平的路 或者你的 你的那个 那些那些MP 你全在平路 或者甚至 下坤的地方跑 这个呃 当然也不是说 这样跑就没有效果 但这样这样跑 会给你一种 错误的 这个这个对自己的 水平的一个估计 你就觉得啊 我广播比赛 肯定可以跑 这个这个成绩 但其实比赛 它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说 是一个像 像我们这边 一样完美的条件 那像拨马 什么牛马 或者是呃 别的地方 你更不要提 这个如果你回中国 在中国夏天 跑就跑 都都都不是 这样的天气 然后像拨马 和牛马 它的那个 那个路上 那个坡 也挺多的 你如果永远 都是在这种 特别理想的 这种条件下去练 其实你可能 真的在这种 大比赛 或者在你想要 出成绩比赛 未必能出成绩 还是平时念的时候 呃 也不需要 特别特别的 夸张 但是稍微给自己 制造一点困难 我觉得也没有 什么坏处 呃 这个这个训练 就就差不多这些 然后就是 生活上 或者生活习惯上吧 我觉得呃 这个对我来讲 这个跑步 它这么多年 就已经是一个习惯了 它已经是 生活的一部分了 所以真的是 每天不跑 就会有点 就觉得这 今天就就有一个事 没干 就每天不管怎么样 就一两万 我也是想出去跑一下 但是它也不是 生活全部 就真的有什么事情 或者我要出去旅游了 或者或者家里 有什么事情 就是呃 那个这个这个呃 实在是没时间了 那不跑也就不跑 这个反正我觉得大家 可能跟我的想法 也都差不多 然后可能大家更更在意的是说 我呃 饮食上需要注意 我就其实 如果你 你你想问这个问题 或者你在想这个问题 那你已经在注意饮食了 如果不注意饮食人 根本就不会想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如果你已经 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自己应该 也是挺注意这件事的 然后呃 然后但是但是 但是你可能 很多人就想听这个 听一个答案 就是说我到底呃 能不能喝酒 或者能不能吃这个 能不能吃那个 可能如果我说能 你就会觉得呃 这个挺好 我那个这个得到 我想要的答案 对吧 因为如果你 你就问这个问题 你肯定是觉得 呃 我还挺喜欢喝酒的 我那个这个这个 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 呃 我我我我确实觉得 这个东西吧 如果你喜欢 他咱毕竟也都不是说 那个专业的 elite 世界顶尖的 这种跑步的选手 呃 还没到那个 就是去去拼 那个生活细节的 那个那个地步呢 其实你 你你你只要训练做得好 一样是会有提高的 然后和自己比 一样是会有提高的 所以也没有必要说 做到那种 清规戒律 就是呃 这个这个 什么都不都不能吃 只吃那个最健康的东西 也不至于 但是如果你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特别特别在意 你特别喜欢 那我非常的 这个这个 这个佩服你 这样做的肯定是对健康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 你你你就是有一些 小小的这种 所谓的不太健康的 这种饮食上 的这个习惯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完完全全的就是 就是去把这个东西就给戒掉 除非它真的是特别不好 或者对你健康真的造成了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 一个影响 那但是我觉得一定还是要有控制 就是你你你你比如喝酒 我觉得也不不不我反正肯定做不到低酒不沾 我甚至还挺喜欢喝酒的 但是是要有控制的 特别我觉得跑步本身就是一个 你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你在控制自己的 呃 配色 或者控制自己 这个这个你想停下来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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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念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那你在生活里 很多很多是很多事情 你还是要要要要有这些控制的能力 呃 像像这种像像我的话 如果是第二天 我一般一周会有两到三次的workout或者long run吧 第二天如果是有这种workout 那我第一天晚上我反正不会喝酒 但是别的时间我就不敢说了 我也不是说我每天都要喝 但是别的时间我不会特别在意了 然后如果要比赛的话 那马上比赛前两到三周 那那也是这些不不太健康的什么酒啊什么的 就就就就就就不要去碰了 呃 我觉得反正你只要什么事情都都 你把握好那个度有一个节制 都不会说真的说你 或者是比赛前两三周 如果你真的要喝一次酒 其实就那一次 并不会说真的对你的比赛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主要还是看你的这个长期以来的一个习惯 你只要长期你把它控制好 我觉得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然后说到比赛呢 这个我的心得就是 第一就是这个比赛之前 Taper还是要充分 就是不要特别是比较比较 这个跑龄比较短的这些跑龄 好多人比赛 刚刚开始跑满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紧张了 那就越到比赛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练够 还想再再加一两个workout 就是给自己加量 其实真的是一点必要都没有 比赛前那两三周 你再练什么基本上也没什么用 你该练的早就练过了 或者你没练到的 你也就这样就躺平就好了 你就认栽吧 一下子跑练就完了 那那个我觉得比赛之前那两三周 就这个Taper要充分 你还是不是说要停跑 但是你就跑轻松一点 然后即便是要稍微的跑 跑一些速度吧 也仅仅是为了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比赛前两周也是 不管是我后来跟Jessica 拍过处理计划 还是我自己的话 我比赛前两周 我会跑一些比较有速度的 这种workout 就是小的interval之类的 但是对我来讲 我仅仅是拿它来去 就是增强一下 我对这个速度的感受 我并不觉得你比赛之前 你在练这个interval 真的对你的比赛 有任何的帮助 我觉得它对你比赛的成绩 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它只让你的大脑 对这个速度更适应一些 但如果你真的 那两周你就是不想跑 那或者是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你就彻底不跑 一个是你还给自己加 那你肯定选一个 更轻松的那一个 那个我觉得是 更稳妥的一种办法 会让你比赛 至少不会说 这个overtrain 比赛中间出这种状况 然后cup loading的话 现在这个应该是 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说 应该比赛前两到三天 每天就取决于你的体重 你每公斤的体重 要吃10克的cup 那你到时候cup loading的时候 你最好还是上网也好 或者是对着那个食品的 那个nutrition的那个label 去看一下每个东西 都有多少cup 最好吃的 那个cup比较多 因为每个人 你的那个肚子的容量 是有限的 如果你吃好多肉 不是说肉不能吃 但是你吃了好多蛋白质 你就没有那个容量 去吃那些cup了 你稍微的算一算 其实大部分人 比如说像我 这个体重 我得一天吃600克的cup 其实真的很难吃到 我也就是尽力而为吧 然后尽量好吃别的 然后这样要吃两到三天 两到三天 我是觉得就是 如果你是星期天比赛的话 有很多人 他是坚持到星期五 才cup loading 其实是有点来不及的 因为我第二点是想说 这个赛前一天 星期天比赛 你星期六 过了中午 你最好就不要吃太多了 因为你再吃太多 你就带着它跑了 对吧 你都消化不了了 所以其实你星期六那一天 你就吃不了太多了 你可能也就是 这个所谓的吃300克 你也就最多吃一半 吃600克 你最多吃300克 可能都到不了 然后你可能只有星期五那一天 如果你在看 星期五中午 你才开始cup loading 真的是来不及 这个两到三天 咱就说一个 这个对吧 两天 说一个下限 你要cup loading两天 那你如果从星期五中午开始loading 那你就星期五到星期五中午 到星期六中午 就一天而已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你cup loading的时候 也不用特别的 担心说 你吃多了怎么办 你还是要 我觉得还是要cup loading 冲突一点 你最好 呃 星期四就开始 或比赛前的三天 你就开始 然后你 这样的话 你才有那个时间 星期六 你不用说到下午 你 你还觉得吃的不够 你大量去吃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 cup loading最好 你不要去 不要去管你的体重 cup loading肯定会长体重的 但是 你要想想 你吃下去这些东西 呃 它是储存在你的肌肉里面的 它是有水的 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吃 就要吃到你的体内 你要去扛着它 其实那个体 那个重量 可能可能比你吃下去 你重量还要大 那你其实这个时候 你不用去担心这些问题了 反正它 它这时候你真的用 并不是你长汉了 只不过你 你属成了总统堂月而已 呃 比赛的话 就是呃 我觉得是需要 呃 从策略上来讲 要 比赛前 呃 反正一般比赛的网站都会 或者你看 别人比赛的那些 之前比赛的 Garmin也好 Splava也好的 那种Log 你还是需要 了解一下这个赛道 就是大概 你需要知道一下赛道 比如说 呃什么地方 呃有上坡有下坡 什么地方有拐弯 做做一个 大概的一个pacing plan 我不是非常喜欢去 我从来没有用到pacing段的 我不是非常喜欢那种 就是每一麦 第一麦几分零几 第二麦几分零几的那样 那那那种 那种pacing plan 那个有点太累了 你每一麦都要盯着它跑 何况 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我觉得是有点 万一你那些比赛 感觉不太好 你万一你完全增不上它 或者你感觉特别好 那个pacing plan 那个pacing plan 完全是追不上你的那个pace的话 那你后面就根本它就没有人用了 所以你你你你只你只需要对你这个赛道整体上 或者大概在什么位置 你需要用什么用什么effort的一个预期就行了 到时候不要说突然出现了一个坡你完全没有准备 或者是有一个坡你就是有一个上坡你原本应该稍微的晃的话 你还硬去硬冲去导致你后面后面就是跑崩 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日期就可以 然后比赛的这个差不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策略 就是还是你不管赛道怎么样你你跑到半程的时候你不能觉得就我已经我已经使出洪荒之力了绝对是不能那样的你跑到半程的时候还是要感觉就是有有那个信心可以再继续坚持一半才行 所以前半程你是你也不能说特别是如果你你对成绩还是有一定追求的话你可能不能前半程完全就放掉 或者前半程就就就就就就easy的那话要不定不行还是要有一个tempo的一个effort所谓tempo 我我我我我觉得好像不同的普通汉就是汉森啊 AIO他也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的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comfortably hard 就是你你你你既用了力但是他又不是让你那种你你就是又不是让你难受的那种程度 我觉得前半程只要能保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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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就呃用到用力用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你到后半程你有力气的话你再去再去不能说加速吧 但是你再去增加你的这种这种这种effort 其实这时候你未必会加速但是你至少是还有这个能力去稍微的多用于用力 然后基本上如果你这样跑就就有机会跑出一个呃 even split 或者甚至如果你前面实在太太 comfortable了你可能就是一个 negative split 其实最好的呃你去看他们elite其实最好的这个这个呃策略是你可能就是 positive split 一分钟两分钟这其实是最理想的就是你可能一点都一点这个这个effort 都没有浪费这种跑法但是像我们很难控制到这种程度那你就如果能跑到even 或者稍微的稍微的negative一点就说明你的这个比赛的整个的配速的策略是是比较成功的了 然后还有就是你比赛的时候呃他的这个还是要听从你自己身体的这种这种这种感受 有时候你感觉就是特别好那你就是可以快一点 有时候你你你你你你你感觉不好或者是天气实在是那个那个有点热或者有点冷对吧就是那那那你呃 需要调整的时候你你这个还是需要多跑你跑多了其实会知道自己在什么状况应该是怎么感受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感受去去实时的去调整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已经跑某一个预预期的一个配速已经非常累了 那你确实是需要及时的去赶紧死路到你想否则的话后面肯定会崩的呃 然后最后比赛比赛 比赛我想说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心态心态就是最好是这个不要太紧张放松一些 然后呃不要不要把这个比赛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 然后呃第二我说就是所谓的适度紧张其实就是你也可以换一个词其实就是兴奋 你去比赛其实也是一个挺挺挺挺挺有趣的一个事挺好玩的一个事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当成一个这个呃这个 呃这个party或者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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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个呃呃 然后你就你就你就对他保持一个兴奋的态度有一点适度的紧张我觉得这个是你如果心理上能能能能调整到这么一个程度的话 可能对比赛成一个是最有帮助的然后还有就是不用去嗯你你训练的时候你可能是有一个目标但你都已经去比赛了 你你你你站在那个起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或者是你前一天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想我要跑成成一会儿 然后万一跑出来怎么样你不要再过度去去在意这个得失了不要再过度过度去在意这个成绩了到时候反正嗯你你跑成什么样就是就是那个有你自身的训练的因素也有当时的环境的因素也有你自身状态的因素这都是你不是不是所有东西都都都能你都可以预见到所以你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必要就是去在意这个比赛的得失 然后最后就是就是说一些跟跟这个就比较比较比较物虚的一些东西就是为什么要跑步因为我我我确实我觉得呃可能我们本里面还有比我跑步时间要长的人如果像我说的我从2007年开始跑步的然后我也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也没有念反过这件事我一直还到现在为止 我还非常喜欢跑步呃呃呃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那对我来讲他就是呃呃我每天都要跑他这这个每天跑的时候他这大概一个小时他就是一个放空的时间就这个时候我我我就什么都不用想 然后就可以把什么所有事情都忘掉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时的每天 然后然后然后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就是你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就是你有什么工作上生活上不开心的事情你跑一跑步你就你就觉得就没什么了就觉得呃呃这个也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他他他还能帮你缓解掉很多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一件 然后还有就是跑步我不喜欢在室内跑跑步我还是觉得我更喜欢在在户外跑然后嗯在户外跑的话 当然我是喜欢更喜欢去好看的tale去爬山去远的地方去跑山对吧但即便就是跑一跑我家附近的这个这个side walk 其实你也是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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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有一个亲密的接触然后你可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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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谓的大自然的这些美 然后你也会更加热爱这个自然 更加热爱这个生活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跑步 给我带来了一点点的小的体会 就是我可能会对这个大自然里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现在还是挺敏感的 我可以去关注到它的美的地方 然后就是身体健康的好处 肯定是有 基本上我反正也不怎么得病 然后体重上呢 我跑步它不是为了减肥 我一开始我从来没有说 我从来没有需要减肥过 我可能只有某一些阶段 我觉得自己可能 从以跑步的角度来讲 变胖了一些 我需要控制一下 但也并不是真的是需要减肥 可能我们不少人跑步 是从需要减肥开始 但是到后期其实也并不需要 但是你一旦不跑步 其实可能就不太好 就容易你的体重就容易反盘也好 或者是回到一个不太健康的 这么一个范围 那像我现在反正年纪也不小 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不跑步的话 应该是没有办法维持到 一直现在这么一个体重的 这个所以一直跑步 我觉得对你整个一个身体上的 这个状态的维持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心理上就是你跑步 还是需要比赛 比赛的时候 它还是会 特别是你比赛比的好的时候 会给你一些成就感 然后比赛 我觉得你也不用去跟别人比 我也不喜欢去跟别人比 就和自己比就可以 你每次比自己快一点 其实就很有成就感 然后你和自己比 其实你可能永远都没有止境 然后你永远都觉得自己还能更快 或永远都觉得自己在当前的这个年龄 还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你只要自己满意就可以了 但是跑步会让你有这么一种成就感 也会提升一些你的自信心 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跑步 它给我带来的还是一个就更简单 更纯粹的一个社交 基本上我自从开始跑步开始 我所有的朋友 我所有的社交的圈里 就基本上就只有跑步的人 就没有 就是我不是说我不接触别的人 那我也没有上班的 我也要工作的 我也有同事 对吧 我也有其他方面的朋友 但是就是最好的朋友们 就还都是跑步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跑步大家就都比较的 比较简单比较纯粹 你跟跑步的朋友在一起 不管是跑步也好 或者吃饭也好 或者是出日旅游也好 就不会有 就觉得很简单 大家也不会去 因为现在比如 这个大家都很内卷了 在湾区也好 在中国也好 那个如果你没有一个运动 没有一个这种话题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 大家就整天就是 就是在 比如说卷 卷收入 卷孩子 卷这个卷那个 对吧 就就就没完没了 但是跑步 我们其实大家很少去谈这些话题 其实都是一些 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也 大家也不会在意说你 就是谁更有钱 谁没有钱 或者谁 谁年轻一点 就是不管我们是什么年龄 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做成工作的人 我们都可以就是 做到一个非常非常顺畅 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所以我觉得跑步 在社交上给我带来的这个说话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也非常开心吧 就是跑步让我们能够 认识我们 包括在整个这个美国 这么多的不同地方的一个朋友 大概我就是想 分享的也就这么多 然后我觉得我也尽可能的把 我能想到的都说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这个 现在我们再聊一聊 我看一下 chat chat 收藏还没有问题 非常谢谢张宇 对 大家可以直接就是 unmute自己问问题 或者也就可以在chat里面问问题 我倒正好刚才有一个问题 想问你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因为你说就算 有些时候有些小伤 小病的时候 也可以持续的跑 这个我 我还是 我有感受 但是有一种 比如说你 像 生病的时候 这种 你怎么对待 比如说像发烧啊 或者前两年 大家都搞了一圈 Covid 这种 就这种比较严重的 叫做发烧 或者说比如说你 Trival 有时间 Jetlag这个 这个你一般怎么handle 发烧如果已经温度很高了 我肯定不跑 但是 只要它 退了烧 或者是 不是特 就是 很低的低烧 我是 我可能会去出去跑一下 那就跑很少 两脉这样 然后Jetlag 我不太有这个问题 我 我基本上 我可能Trival的也不多 但我不太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 Jetlag Jetlag应该不是一个 非常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吧 应该也可以跑 如果是我 嗯 好 谢谢 OK 我看到这个chat里面 已经进来了 两个问题 一个是 Nancy 她问 除了跑步 还有其他的cross training 会做一些力量训练的 就是 我很不好意思 现在是 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的cross training 我曾经 呃 年轻的时候 在 2007年到2009年这个阶段 不能说是cross training 但是当时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我跟我们社团 像我说的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五三次 呃 我们是呃 基本的 我们训练就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多 一个小时多一点的 就是一个训练 呃 每天下午五点 的流程是 一上完 先热身 再套场 跑两圈 然后做一些 拉伸 做一些 这个 呃 简单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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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准备活动 然后就开始跑 计划好的 那个workout 我跑完了 我们会做一些力量的训练 然后主要就是 都是靠自重 就是一些 什么拉跳啊 一些 这种 公布走 然后 包括burpee 当然也会做 然后 可能比较 需要用力 最大的一个项目 也 哦 我们还会做 仰望起坐 但是需要用力 最大的一个项目 就是 我们会 找 就是两两配对 会找那个体重 差不多的人 两两配对 然后一个人把那个人 扛在脖子上 去做那个 尊起 当然得扶着一个东西 防止 上面 上面的人得扶着 防止掉下来 但是那个是 可能是 这个 这个 最 最大的一个 力量训练 然后 当时也就是那两年 后来就 我是基本上 不做什么 力量训练 我觉得 如果你 你做一个力量训练 一定是有帮助的 说 我也不是一个 特别特别 呃 严格的去遵守这种 去去follow这种 这种 这种计划的一个人 所以 我 我只说下 我自己的感受 不做力量训练的话 也不是 不做这种 cross training 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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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行的 然后别的运动 基本上我也就没有 然后第二个是 Jessica 是说问我 穿什么跑鞋 就跟对性了 那我什么跑鞋都穿 我 我 我是比较喜欢 呃 就是去 去 我一般会有两双 两三双鞋 会有特定一下 就 然后呃 但是我 我没有什么特特定的型号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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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牌子说一定要穿那一款 呃 我我还挺想说不同的鞋 我都试一试的 所以也是有个好奇心吧 所以我我我对这个没有特别的挑 我我我我的这个标准就是 他鞋只要是一个neutral 然后是个呃 neutral的trainer 然后不要太重 基本上就能达到我训练的这个跑鞋的一个标准 当然有一些可能设计上他他那个那个那个upper sole 什么的确实不太舒服 也有这种情况 但但大部分时候我都能适应 呃 我觉得可能 嗯 通过这个跑鞋轮换 也也能让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脚底能更适应这个 或者能能多少让你的脚底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小肌肉都能得到 得到得到这个这个这个训练吧 呃 所以大概 然后然后那个呃 训练的时候我是不穿 那个碳板鞋的 然后我只有比赛穿 是这么一个情况 足底筋膜炎的话 这就散破 恢复经验 足底筋膜炎反正就是踩网球或者踩那个 上面有很多那个小小小凸起的那个那个塑胶的那种球 REI就有卖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真的是呃 很长时间不好的时候我会睡觉的时候会带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就是他有那种袜子 我当时带的是一个那种夹板 然后他就是睡觉就让你的脚那样能绷起来 虽然很难受的 但是经常是睡到 你你你你你你你睡觉 睡的时候你还带着他 这样你早上早上醒过来就不知道怎么睡 他就消失了 但是那个带那个 我觉得是对那个治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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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肌经验炎是是有防止的 我我坚持带那个可能一个多月 我觉得环节还是挺挺多的 下一个问题 Jessica强度训练以后是如何恢复的 强度训练以后就是 就是就是休息 基本上我就是我就是休息就是那个第二天 反正你肯定就不要再跑什么 第二个背靠背的强度训练去训练了 然后可能休息的话 可能睡眠对这个强度训练的 这个恢复 还比较重要 别的话就就没什么 我觉得其实 跑步啊 包括你你训练之前训练之后 还是主要是要休息好 主要你是能够休息好 其实恢复就是就就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下一个我很挺多下一个 David 请分享一下比赛时控制心率的策略 我就只要不要跑到那个爆炸的心率就可以了 我不太控制心 我就是跑到 跑到一个自己 因为现在其实我自己也很 也不是很确定自己应该跑什么心率 这个你那个 随着年龄增长你心率也会变了 就是不能用以前的心率来 来指导现在的比赛 以前我觉得我好像 马哈松的时候是 出去 反正尽量心率还是要稳 开始不能太快 所以以前我曾经注意的时候 可能出去的时候是一百六左右的心率 然后到后面就缓缓的慢慢会升 到最后快到终点的时候能到一百七左右 是这样 现在好像心率会更变得更低了一些 就是到最后也有一百六左右 但是基本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什么 大概的一个趋势 还是一开始你出去是 就是你tempo 或者是甚至比你跑tempo的时候 稍微低一点心率 慢慢的在心率反正它自然的会增长到你摊坡的那个心率 甚至增长到一个更快的心率 但是你不要让那个 那种LT的心率过早的出现 否则很容易崩掉的 但是其实我现在跑大部分比赛的时候 我可能都不太 不太去根据心率来控制我的配速 还是更多的看自己的感受吧 还有就是 其实你如果训练 练得比较好的话 你比赛的时候 大概跑什么 配速 你也就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个数了 所以你不用太看心率 你也就知道 需要跑这个配速 反正我有这个信心 我就去照这个配速去跑 你觉得哪种或哪几种训练科目 对提高马拉松能力最有帮助 最有帮助的 最有帮助的就是tempo啊 就是那个 马拉松配速或者比马拉松配速稍微快一点点的这种超过6个mile的这种 匀速跑 然后这叫tempo 然后 其实单跑我觉得就挺有帮助的 然后现在这个 这个Jessica经常给我给我做的计划是 经常去Line Run加这个 就所谓的 其实20mine Line Run加10mine MP 这个我已经是我最 强度最大的一种了 就是你 你可能如果 如果Line Run加MP或者Line Run加tanto 那就是 基本上就是什么都链到 就是既有这个 耐力 然后又又帮你把这个呃这个速度那里也给验到 这个 这个是说这两年 这是ITBS是吧 每年都会跑上 这个伤病我还这种 ITBS一个是我从来就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得过 所以我我我我可能就我没有办法感受到 对吧 ITBS的 朋友们都是有多么的痛苦 但是我知道ITBS可能确实是很 这个 确实是不太能跑 如果你真得了就很疼嘛 然后 然后这个 如果你真得了那那也没办法只不休息 那那我我没有很好的办法 可能你就 做的cross train 这个 最好的办法还是尽量不要 不要去over train 你不要去得这个这种 非常要命的这种这种上币 分享一下我全马赛前Long Run的配速分配 这个就是看训练的 这个到了什么阶段吧 像现在我是开始准备柏林马 然后 最近就已经开始有一些Long Run 距离不是很长的Long Run 16麦17麦的Long Run 就没有什么速度的分配 就是 可能出去就跟大家一起跑个9分的配色就慢慢跑 然后中间 快回来了稍微 稍微快跑几慢 跑个 现在也不用特别快 按理说应该就跑个 因为我是想照着全马就是240 或者就是60几的配色来练吧 所以我回来 现在我可能能跑到个61几的配色 跑个335麦也差不多了 但是到了后期应该是就是你不但是跑的慢的那几麦也不能那么慢 然后那你快的那几麦就需要更快一些 就是如果到了后面 林马松还有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那可能跑20麦的话 如果里面加8麦的MP 那你那个剩下那个12麦可能 就是像我就不管怎么样也得跑7分的配色 或者7分多一点的配色 如果状态不好至少也跑7分半的配色吧 然后这个MP那个8麦也好10麦也好 那就得照着60几的配色 或者再快一点那种MP 上计划的ezyrun有个要求吗 按理说是有的 好多计划是有的 但是我没有 我觉得我就不想再逼自己了 就是你那个ezyrun 它而且从我的理解来讲 它还是这ezyrun 它主要还是练的是你的一个 general的一个有氧 你只要跑其实就是有有帮助的 所以我是觉得ezyrun 就轻松一点就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太逼自己 所以章鱼你好我是Eva 所以就是说夫妇怎么跑 你也不用看配速啊心率这些 就是说自己 对我不看 我肯定会看个表会记录一下 但我不看这些 那你没有比赛的时候 就是你为了维持体能啊 那每天你ezy跑 也有ezyrun对不对 对 但就 就是 就没有什么速度 但是 但是如果我本身身体就没有什么疲劳 我ezy跑也不会非常慢 就是 我也不是说 出去跑 就是 就是那个9分pace就是我最舒服的pace 我出去跑还是再稍微快一点 更舒服一些 所以 所以还是会 就是我 每天反正 我平均 我平均如果 只跑ezy的话 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话 就是 如果是8分pace的话 就是7卖半 所以我会稍微的凑个整 凑到8卖 所以每天都是 如果只是ezy的话 通常都是一个小时 10分钟之内吧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你的MP是多少来 太快 MP 现在 现在可能就是610左右吧 然后你的ezyrun跑到8分左右 所以是在 对 之内 OK 好 谢谢啊 谢谢张雨薇的问题 我叫王山 是这样子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在你训练这个 跟这个训练计划 比如说你说在准备柏林码 就是说在这个训练当中 比如说在比赛前两个月的时候 你会不会参加一次半码比赛 如果时间合适的话 可能会的 其实我觉得 它一个是刚刚好 你训练到那个程度了 你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如果你练得好 甚至还可以搞个PR 什么之类的 然后两个月或者一个半个 甚至一个月都 一个月稍微有点近 最好是一个半月 再长的时间吧 然后你也不够恢复 我觉得是还可以 或者是不一定可以是半码 包括10k什么的都可以 嗯好谢谢 如果没有问题了可以走了 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 好谢谢张宇 因为对 我们check一下时间 现在是一个小时 15分钟 嗯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讲座 尤其是 跟你自己的style一样吧 非常的简明 透彻 哈哈哈 好谢谢 然后我们回头会把video放给大家的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私下里发到群里 反正本就像张宇说 大家都是朋友 嗯 你比较简单 有问题就问就好了 也不在于你跑多快跑多迈 大家都可以对话的 好谢谢大家 谢谢张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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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